限韩八年 战绩斐然 大家好 我是阿珍 今天还好吗 大概就在八年之前 因为一个某某系统的事件 我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 限韩和抵制韩国的这么一个风潮 这个时间持续到现在已经八年了 当时我们内地的娱乐圈 就直接有了限韩令 在那之前 其实是中韩关系的一个相对来说黄金时期 尤其是在 不光是在经济上 尤其是在娱乐上面 韩国的综艺 韩国的电影 韩国的电视剧 韩国的艺人大批的进军 中国大陆来捞金 又由于韩国的艺人 他普遍的比较敬业 而专业素质又不错 价格还便宜 所以大受欢迎 很多的综艺节目上 都有韩国的演员 很多综艺直接就是从韩国 直接打包买过来的 跟原来的韩国的制作方来合作 之前很多我们知名的综艺节目都是 去韩化之后 韩国的艺人也进不来了 以前买人家那些版权也就不用了 都改名 反正是改来改去 最后就不用你的版权了 我们自己来了 时间过得很快 当年各个产业 中韩之间的贸易额是非常之大的 黄金期的时候 双边的合作官也非常之好 像什么汽车产业 韩国现代 韩国企业 当时在国内都卖的非常好 然后富韩旅游也非常热门 时间过得飞快 娱乐圈的限量依旧没有取消 但是现在慢慢有一些松动的迹象 有一些节目里头 有韩国艺人出现了 但是像以前那么大规模的 无缝的合作还是没有 当时肯定大家群情激昂的时候 群情激愤的时候 都觉得看你小棒子什么时候完蛋 你失去了这么大一个市场 你们肯定要不行 那事实证明战绩斐然 但是是谁战绩斐然呢 是小棒子们战绩斐然 这八年过去 韩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棉花 先从娱乐圈来说 他们的娱乐圈 在发现这个失去了中国大陆 这个重要市场之后 他开始转投主攻国际市场 重新调整了战略方向 而且这八年来真的可以说是取得了 无数的辉煌的战绩 已经不能用这个小有成绩来说了 就是真的是大大的繁荣 就光我们知道的 之前我们节目里专门说过的 国际唱片协会统计的去年的 全球十大唱片销量的明星 第一名是周杰伦 没有问题 他卖的最多 但是前十名里头 剩下八个全都是韩流 韩国组合 韩国明星 剩下八个全是韩国的 这八个里头包括什么 防弹少年团 这个Blackpink 这些 现在已经是彻底风靡欧美 风靡欧美的这些 这个男团女团组合 真的是风靡 你像那个防弹少年团的 那个主唱 已经在刚刚过去的 卡特尔世界杯上 演唱主题歌了 像Blackpink的演唱会 动辄七八百人 全世界巡演 一票难求 唱片卖得又特别好 这还只是在音乐领域 电视和电影领域 也相当的不得了 大规模的深度的和这个 像这个流媒体来合作 像这个鱿鱼游戏 就是和王菲合作 出了一大批的爆款的作品 风靡全球 在金球奖上拿了一堆的奖回来 奥斯卡就更不用说了 出了横扫奥斯卡的寄生虫 对比这几年的电影作品 我现在觉得 风靡欧当年的寄生虫 水平是相当不错的 而且非常本土化特色的 拍出了国际化视野的 这么一个片子 虽然拍的完全是韩国的事情 但是让很多国家的人民 看起来都是非常有共鸣 非常有同感 这就是一个国际化 视野的作品 横扫奥斯卡 就更不用说这几年来 在欧洲的各大电影节上 韩国的作品频频的获奖 去年的金冬旅 去年的威尼斯 各种各样的奖项 每年都不断 但是你看我们这几年来 我们在各大境外的电影节上 基本上就是已经没有什么表现了 像刚刚过去的甘纳电影节 中国坦星 那确实是锋利甘纳 这个甘纳红塔上有无数的中国明星 但是有带着作品去的很少 今年中国入围了主竞赛单元 就是两部纪录片 电影没有入围主竞赛单元 都是单个的单元 而且这几年很少很少有获奖了 想想当年辉煌的时期 是吧 在欧洲的电影节上 中国的作品是不断的获奖的 就算没多长时间之前 你不还有那个白日焰火 不还有那个天长地久 影帝影帝影后 各种大 但是这几年你看 离开了中国市场 骑牙汽车和这个 现代汽车 这两个集团现在合并了 在中国市场也是持续的萎缩 卖的不好 现在在中国市场 基本上已经是能关的就关 能撤的就撤 估计彻底离开中国市场也不远了 但是在整个全球的销链上 现代奇亚集团一直在稳稳稳的 处于前几名 而且每年都在增长 所以是离开了这边 他们那边倒是成绩肥扎 更不用说其他的了 像三星也是 在在中国市场 不做主打的情况下 三星集团的在半导体方面 在手机方面 在芯片方面 一直都是在世界上明脸前茅 最有意思的是2021年 韩国被联合国 190多个成员国一致投票 公认成为了现在的发达国家 这也算是个大新闻了 虽然现在我们前两天 我还说韩国首尔的房价暴涨 普通家庭不吃不喝 要9年才能买上一套房 但是你想想 跟中国的北京上海比起来 它这个房价还不算太厉害 而且咱还没说到人家的收入 它作为一个发达国家 它人均收入像是2万多美金 你就想想跟我们的差别还是很大的 虽然咱们在我们看来 韩国是什么腐败 财阀当道 什么所谓的这和那的都是胡来 但是架不住 确实在很多方面 离开了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 它并没有沉沦 它并没有越来越差 会让当初很多有这种 离开了我们 你们就要不行了的这些朋友们 有略有失望 其实现在很多事情 比当年那个某某系统的时候 还要严重 但是现在不怎么提了 就慢慢的淡出了我们的视野 但是事实上确实是他们这几年 我们县韩这八年以来 韩国并没有越来越差 很多方面都越来越好 是不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 不做过多的评论 就是把这个实际情况跟大家介绍一下 谢谢大家 点赞评论加观众